大家好 我是郭亚修缠 这个视频来进入今天的图解大盘 当前的节奏 怎么来去理解 能不能视为 止跌期望 那么我们从技术 指数 板块 个股 综合来去看待 那么对于商质而言的话 之前反复讲到的一个技术表达 属于震荡的走法 残忍结构可以把它处理当成30分钟的中速构建 前面的向下也没有破前面的地点 那么昨天呈现这样的一个强反包阳线过之后 今天在武军的上方再度往上 甚至过了前面的高点 那么他预示着什么呢 预示着可以把它理解成 30分钟中速构建之后 新的小B的向上离开 那么这个小B的向上离开 能不能有力度 能不能有更好的延续 核心在于当前的量能能不能保持住 如果说呢 维持在MI5日军量线的位置上方 或者是在5日军量线的附近 那么对应呢 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有量能的支撑 有量能的话呢 那么它的反弹才能够高看一线 才能够有所期待 那么今天上午盘的量能来讲的话呢 达到昨天量能的一半以上 那么结合下午盘来看呢 今天应该是维持昨天的量能 或者是微微放量的这样的一个表达 好 这是对于上证指数的理解 那么接下来跟踪的重点是什么呢 把前面这个最新的底分的底作为 方所谓观察向上比生长 那么向上比生长的过程当中 量堆能够保持住 那么呢 还可以机率往上去跟去看 什么情况呀 要防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向上运行的过程当中 而量能持续的缩量 甚至一度呢 缩到前面 这样的一个低量能的状态 那么呢 即便反弹 那么它也容易触发的是 30分钟级别的盘整上被持 那么随时可以再向中枢的方向进行 靠拢 好 这是对于上证 好 那么用小周期来讲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当前的一个跟踪节点 前面的5分钟 上5分钟的处理 那么当前可以围导着 以前面底分的2995的位置 来作为一个考察 考察的是5分钟的走势勾件 好 这是对于上证 那么我们再来看创业版指数 创业版指数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前面连续几天的话呢 咱们对它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 底分 顶分 右键 底分 那么今天的话呢 其实在上午盘的前15分钟 市场核心体材方向的话呢 还是一路的出现这样的一个分化 出现这样的一个调整 而后的话呢 在9点50 左右 然后呢 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反弹 那么对于创业版指数而言 当前的一个观察节点 定性的话呢 一笔上 一笔下 这个位置 那么对应的同样的结合量亚的事 是要来去看待 也就是说呢 量能而言 今天上午盘的量能也是达到昨天量能的一半 甚至还略多 那么开线的话呢 那么今天早盘的前十几分钟出现了一个对昨天反弹的昨天 强势反弹的这样的一个修复之后 再度向上拉伸稳在MI5日均线的上方 那么稳在5日均线的上方的话呢 那么当前同样的是可以把它 把前天的开线的低点 也是底分的底作为防守卫 可以能跟向上比的生长了 只不得把前面底分的底作为什么呢 作为防守卫去跟 同时接着量能来看呢 如果接下来量能能够维持在MI5日均线的上方 能够维持在甚至说能够温和放量 那么对应的好 一比上一比下 观察新的一比上的生长 而且前面的话呢 这一比下也是在前面一比上的半分附近 所以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呢 只要说维持在5级的上方 那么沿着5级向上去跟即可 好这是对于创业版指数的观察 同时的话呢 把前天阴线的低点作为防守卫 那么重点在于什么呢 重点在于板块的选择 以及呢市场赚钱效应 那么在前天大前天 个股踩踏实的下跌 体财的话呢 向下加速 那么在前天暴跌 那么昨天的话呢 又呈现这样的一个资金聚焦 而且的话呢 赚钱效应明显的复苏 而今天的话呢 市场只能说是重新回归到正常的一种节奏 或者回归到这样的平静的一个节奏当中来 那么我们重点来看 体财层面 体财层面的话呢 那么在昨天领涨的 或者昨天聚焦的是谁呢 是数字经济科技 其次的话呢 是能源车 离电 那么在昨天晚上就已经解析的比较清晰 那么我们当前再来去看 那么在今天上午盘的前十几分钟的话呢 那么不管是说的经济科技 还是说像离电能源方向出现普遍的 上下再度调整 只不过呢 在9点50之后呢 又出现集体性的这样的一个向上拉松的动作 那么这里面的话可以理解为什么呢 稳稳的再度站上五军 从开线的角度来讲站上五军 从量能的视角来讲 今天的上午盘的量能达到昨天量能 普遍达到昨天量能 一半甚至一半略往上 那么站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那么后面就可以围着着五军去来去跟了 围着五军来去跟的话呢 那么对应来底分的底作为一个防轴位 然后的话呢 后面五军上 微观相上去跟 如果说呢 又重新回到五军的下方 那么呢 把它作为 分钟级别的中枢震荡呢 是要来去看待和理解 好 那么 再结合 像农园 理念 那么同样的 今天也是在上午盘的 在上午盘的前面的十几分钟 出现这样的一个回次 那么出现 而后的话呢 9点50左右 再出现这样的一个集体性的拉松的动作 最起码代表的是资金 开始活跃 只不过像今天 从个股的一个呈现来讲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涨停板和大涨类型的个股和昨天比明显下降 但是他也是回归到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状态当中来 那么呢 对于市场的一个态度在昨天晚上讲到了一个点什么点呢 第一 昨天而言它是有明确的方向 资金的方向什么呢 就是急跌之后 像是反周也好 或者是出现反弹也好 那么对应的像收入经济科技作为主导 其次的话呢 像离电能源车作为一个辅助 好 那么 当前的话 同时在前面两天连续下跌 核心体材板块的话呢 它是下跌带量 呈现初步的廉价背离 那么这两天反弹的话呢 又带有相应的量能的一个呈现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呢 也就是说 哎 方向是有重点了 那么呢 不管是科技也好 数字经济作为一个重点 其次的话呢 像离电能源 这是方向 好 那么对于个股层面来看的话呢 那么结合具体的 指数表达 具体的指数表达的话呢 那么在昨天跟踪点评的时候讲到 它是建立在急跌之后的 向上反向上反抽 向五军方向的一个靠拢 那么当前的话呢 为了的五军来去展开 如果说呢 维持在五军的上方运行 五军不破 那么呢 来观察的是新的向上比生长的可能 如果说从一回到五军的下方 那么呢 将陷入震荡 只不过有一点是什么呢 接下来 不管是沿着五军 在五军上方沿着五军向上运行 还是说来反弹两天三天之后 又回到五军的下方 而后的话呢 进入震荡 那么不管是哪一种剧情 核心还是两个核心点 第一个的话呢 资金量能层面 如果说呢 保持MI5日军量线的上方 保持五军量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量能只要说不出现快速的缩减 而是保持有相应的量能的水平 那么对应的不管是像上海的震荡 那么呢 市场都存在相应的 不错的交易的机会 或者是低高抛也好 或者是呃 这是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还是要看方向 方向的话呢 你也说像 收入经济 像 锂电能源 那么呢 接下来吧 以收入经济作为一个 先手的资金试探的方向 这个资金试探 那么第一轮 它是反弹是最强的 而后的话 跌也是最强的 那么当前率资金也率有反应的 那么既然说资金又反应了 我们是跟随这个资金能不能延续 也说呢 接下来要看体财方向当中 资金能不能在一个方向上面能够保持延续 好 这是一个跟踪的节点 也说呢 大的一个视角来讲 有量有未来 有量的话呢 不管是在那也好 或者是反弹两三天 两天三天之后调整也好 只要量能不说 那么的话呢 积极的 看 机会层面的一个思考 反过来的话 即便反弹 但是反弹的过程当中 量能进一步的缩减 那么对应的 他也难以有好的延续 这是从体材的一个视角来去触发 好 那么我们具体来去看待 具体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前面一笔上 当前一笔下 那么昨天的反弹 对于一些板块来讲 他只是向五军的靠楼 出现底分型了 或者出现反暴了 有的是弱反暴 有的是弱底分 那么今天考验的话 来重新站在五军的上方 看在五军的上方的话呢 那么后面跟踪的基点 大家可以举一反三啊 防守卫 好 那么的强 这个位置呢 相上比的生长 已经了延续 后面的话呢 温和带量 甚至说能够再度放量 不够强的话呢 这个位置在反弹两天或者三天中 再陷入这样的一个震浪 那么再陷入震浪也好 那么核心还是看量能有没有 如果说量能保持的话呢 那么用个股内部的轮动的视角 还是可以去跟 那么防的是什么呢 防的是 快又再度回归到前面 这样的一个快速缩量的一个层面 只要说量能出现这样的一个快速缩量 即便反弹走不远 好 那么反过来来讲 这个位置呢 哪怕是 以震浪的方式 甚至说呢 再度出现回撤 因为这个位置下跌 有量价被离 这个位置反弹的话呢 有量能也有方向呈现了 后面即便再进行调整 只要说量能不说量能能够保持 那么对应呢 也是更加的靠近机会 当前的话呢 这是对于指数 那么对于个股的话呢 更多的可以用单阳不破的模型 列说像昨天周年举的例子 像雅克科技对应呢 它就属于什么呢 前面反弹 而后的话呢 出现调整是属于带有抵抗性质的调整 一个阳线涨停 一个涨停摆的呈现的话呢 就把前面连续四天五天 连续一周两周的震浪 或者是调整给实验覆盖墙底分形 那么既可以把它作为标准的 30分钟级别的二来埋点 也可以用单阳不破的模型 来进行去跟去把握 那么而对于一些呢 而对于一些 前面连续性的急跌 或者连续性的跌停也好 或者连续性的大跌 然后呢出现了涨停的反暴 现在涨停出现了还在五军的下方呢 那么对应的 就要多观望观望 列说 像前面出现的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连续的急跌 连续急跌呢往往伴随着 有上方的有一定的套路充满来不及出 而后呢出现这样的一个 涨停板的反暴也好 出现这样的一个 涨停板出现这样的一个底分形形 还属于弱底分的一个呈现 而上方的话呢又呈现这样的一个 套震荡 压力平台比较临近 那么对于这种类型的话呢 那么就要多去考验 多去观察 而对于什么呢 对于一些 前面下跌都有抵抗的 反弹的话呢 又明显呈现的是多头力量的一个呈现 那么的反而什么呢 反而可以用 不管是用 残忍的 买点模型 还是用担忧不迫的 这样的视角反而呢可以这样去跟 好 这是今天的图解大盘断中用一句话来进行概括 核心有量有未来 其次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反弹而言对应的 他只是一个小级别来讲 只是一个一分钟级别的反弹 日开层面来讲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跟武军即可 好 那么对于方向来讲的话呢 那么数字经济 以及呢 像锂电能源 那么呢 对于板块本身的一个呈现来讲的话呢 观察量能 那么像今天和昨天相比较来讲 有一点是什么呢 像暂停分布而言 有明显的分散 但是核心的话呢 还是为了的昨天的方向来进展开 只是呢后面终点来看该方向能不能延续 以及什么呢 赚钱效应能不能保持 这是今天 突击大盘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再见